绿营双书紧跟在徐欣颖后方 紧接着黄杰抽走栏尾表决卡 却被国民党打作文章 他引设黄杰偷走表决卡 不过却一秒被打脸 只见黄杰将表决卡交还议事人员 不过下一秒徐欣颖一个剑步 抢走整叠卡片转身落跑 国民党立委徐欣颖手中紧握五张表决卡 黄杰见状立刻将手挡在表决器 企图阻止国民党立委带案 一旁民进党立委全都围了上去 七对八舌攻击国民党又要揉离投票 就是当天其实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的立委 都不在位子上 所以我自然是去把他们的表决卡抽起来 还给议事人员 那其实声音里面也都收录得非常清楚 我就想一张一张放回去 可是他们每个人都在那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 这是民进党的影片 我要插回去 他们全部在那边 那我想我插回去他又冲走 所以我连续这个动作至少四五次 到底是谁把走表决卡 蓝绿阵赢可说个话 不过两次院会彻夜熬战 24号周五大院该如何表决再生争议 请要我们未来的法案表决要确定用具名的方式 确保我们事件的申请可以合乎要件 民事长你如果未来不能坚持这两点 我们会保证把你从主义上赶下来 意识规则吵翻天还有这一幕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冷不防抢走秘书长周万来手装的文件 让周万来跌倒眼镜也喷飞 国民党立委气得将郭国文送纪律为荣誉 立委员大乱斗应该不少人要收金 金星游张博报道